Hello大家好,我是Rosie 观众期待的宝宝自主进食攻略来了 都都从7个半月开始吃手指食物 到12个月已经可以很好的用勺子吃饭了 完全不需要喂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培养宝宝自主进食 以及遇到宝宝乱扔,挑食,弄得脏乱等等 让我们头痛的问题时该怎么处理 都都从5个半月开始吃腐食 一开始给她准备的就是米粉粥 然后是我们大人去喂的 然后这个阶段她会喜欢抢大人的勺子 我们就会单独给她准备一个 让她拿着,鼓励她去探索餐具 到了7个半月我们就给她准备了手指食物 让她练习自己拿着吃 并且锻炼她手指的精细动作 我这里有一张图列出了常见的手指食物 大家可以截图收藏一下 要注意的是这些食物都是软烂 大小容易入口 方便宝宝去拿 并且是宝宝用牙床或者牙齿就能咀嚼烂的 比如说蒸熟蒸软的水果条或者蔬菜条 到了9个月之后我就开始给她做肉肠蒸膏丸子 进一步锻炼她的咀嚼能力 有些妈妈会问还没有长牙能不能吃这些食物 其实用牙床就能很好的咀嚼 所以不用担心 到了11个月左右 我开始有意识的训练她用勺子吃饭 一开始是我把食物盛进勺子里 让她自己学会往嘴里喂 去锻炼她的手眼协调以及手臂的力量 逐渐的她就会自己拿勺子然后去碗里咬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准备一些方便盛起来 不容易掉落的食物 比如软软的饭或者碎碎面 可以提高宝宝用勺子吃饭的成功度 增强她自主进食的信心 然后到了一岁她勺子就用得不错了 实现了完全的自主进食 接下来我总结了五个可以帮助宝宝自主进食的小tips 第一点就是餐前仪式 每一次吃饭之前都让宝宝先洗手 然后坐上餐椅 戴好围兜或者反穿衣 然后把水杯放在旁边准备开饭 第二点就是要营造一个适合进餐的环境 我发现宝宝如果很小就去托儿所的话 他们都会吃得很好 因为小朋友都是围坐在一起开饭 会互相去模仿 所以在家也是一样 和大人同时用餐 她会观察你怎么吃并且去学习 然后一岁之后 宝宝就可以吃和大人一样的东西了 再大一点可以跟我们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 这样子会让宝宝更有参与感 然后在吃饭的期间 我们也可以正常的交谈 不要怕弄出动静打扰宝宝吃饭 我们还可以跟宝宝聊一下 今天的食物怎么样 喜不喜欢吃 这样才是一个自然的家庭用餐的氛围 真的不用一直盯着宝宝吃饭 然后自己再吃 第三点就是让宝宝去主导进食的过程 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足量的食物 至于吃多少怎么吃都有宝宝决定 她不想吃了也不要硬塞 容易引起反感 尤其一岁以内的宝宝 她还有奶 所以不用担心她营养不够 或者吃不饱 第四点就是鼓励宝宝自主进食的欲望 不要怕脏 我相信那些没有去自主进食的宝宝 90%都是因为家长过不了心理内观 接受不了食物弄得到处都是 清理起来麻烦 但这是宝宝学习自己吃饭必经的过程 我非常了解宝宝刚开始吃饭的那个场景 家长总要心脏奏停几次 但我们真的要保持冷静 不要去打断宝宝等吃完了再一起清理 我们只有保证了整个用餐的过程是积极的 才能更加激发宝宝自主进食的兴趣 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拿出手机 拍一下她满脸是食物的模样 其实也是很滑稽很可爱的 然后宝宝扔食物我们的反应也很重要 最好是装作没看见 如果你的反应很激动的话 宝宝反而觉得很好玩 会一直扔下去 再就是我们如果一次性给很多食物的话 宝宝也容易弄得到处都是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少量的给 等他吃完了再加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宝宝挑食 其实对食物有喜好是很正常的事情 像我也不喜欢吃苦瓜胡萝卜 那对宝宝来说 尤其是新饮入一样食物的时候 他可能不太接受 那我们可以隔一天再给 有时候新的食物要给个十来次 他才能接受 只要我们做到饮食均衡 一天的食物里 肉蛋、鱼、蔬菜、水果、穀物、乳制品 都有就可以了 然后发现变着花样给宝宝做 或者换一套餐具 也可以激发他的食欲 那希望大家看完今天的分享 都能培养出一个 不让你们操心的吃货宝宝 接下来我还会分享 适合自主进食的餐具 以及嘟嘟爱吃的 成品辅食和零食 大家关注我就不会错过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